如果大家還記得 是有一個關於維港兩岸污水處理的 所謂策略性排污計劃 是1989年政府是在這裏的 自此以後其實有很多團體反對過 很多專家反對過 但是工程部門 政府工程部門一直都說 是最好的計劃不改了 直到2000年董特首做了一件好事 就是召開了一個國際專家的小組 做了公開聽證 國際專家小組推翻了政府部門 堅持了11年的決定 然後將這個計劃完全更改 要求重新深度處理我們的污水 所以一個堅持了11年政府的工程決定 都可以是被認為錯的 政府是最後願意推翻 為什麼一個是在過去六個月 有很多政府的工程師 找了那個女日 找了主要三個理由堆砌出來 為什麼不可以改的理由呢 如果這個決定在今天改的話 政府是可以將一個多輸的局面 變成一個多贏的局面 我希望林太 你說那個走入群眾 公眾參與 就從今天開始 從今天開始 是向公眾照標 按照這個圖則 原始保留的時候 我相信肯定有一個很合理的工程方案 是可以提供到給政府 然後呢 就是為香港 做一個多贏的局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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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好ários的